就做事就在那個晚上就殺了所有的人 並且申請了這個國王 那國王被申請了以後 我想這個Emma姐講的比我好一點點 那我只是把這個大概跟大家說一下 去過壁個人我們再重一段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當時這個國王被申請了以後 這個西班牙的人他們就要求說 可以把你們的國王給放 但是必須要把房子這一間的屋子專門還黃金 這樣才放 結果後來他們裝滿了黃金之後 又說要裝滿了 又要另外一個房間裝滿了白衣 這樣才要放他 最後沒有想到 不止沒有放了他 逼迫他信仰的當時的天主教 另外最後還是把他處死了 所以後來比薩樓取了蓋茲 就開始用武力的方式 然後去征服了許許多多的部族 所以比薩樓跟他許多的同伴 像梅多莎這些人 裡面也起了許許多多的矛盾 所以最後呢 好人 這個壞人呢 畢薩樓 最後不是被印加的人所殺死的 而是被他自己的這個 當時一起呢 到處去搶奪 一起呢 去征服這些木族的同伴 被殺死的 好那當時呢 畢薩樓他先拿到了蒂馬以後 他開始呢 西班牙人的這一些呢 呃 就進入了這個南北的這個大的區塊 他首先呢 不斷的往南 就來到了蒂蒂嘎嘎的地區 之後呢 坐船 經過蒂蒂嘎嘎的地區以後呢 就來到了 布利維亞的這個國境 在國境呢 再往南走的時候 就來到了這個拉巴斯的地區 那來到了這個地方以後 他們發現呢 在整個呢 布利維亞的地區 蘊河呢 阿滴史上班 非常非常多的 豐富的一些礦產 首先呢 他們在波多西這些地方 就發現了這些銀礦 而且也發現了很多很多的金礦 但是他們帶來的馬呢 或者是呢 這個蜜蜜 也就是鱸子 鱸子這一些呢 都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的心肺的功能呢 跟這個養駝非常的不一樣 在這個缺養的地區 要叫他們在這個地方呢 能活下來 並且呢 能夠當駝獸呢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呢 在當地開採的這些銀呢 就用羊駝來作為呢 一個輸送的工具 可是羊駝呢 他的身體不大 所以在印的量呢 實在不多 所以再來呢 就是羊駝呢 他不像馬或鱗或鑼子 非常的耐走 所以他們一天 最多也是只能夠 在這個山越的地區 走20公里左右 所以呢